5点半到9点半的居住区 白尾路 还挺近的 我就直接过去那边 那就会比较容易的找到他们的存在 就不用追踪啊 找很久很久 因为这个点是我以前探索到的嘛 所以都可以很方便的 所以说如果你刚玩的话 其实就算很难抓到猎物 或者是完全找不到的 也可以当做步行模仪器一样 走多走走 多用望远镜看一下 因为呢 用望远镜的话 看到他们在进食喝水 什么的也会记录在暗 你按地图的话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区域 然后大概的时段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猎物的位置 这边就先顺重一点 慢慢的走 呵呵呵呵 虽然还是跑 太软了啦 这个游戏呢 你跑的话声音太大 造成噪音 就会令猎物知道你的存在 但是你不跑的话就是 用走的 嗯 还是感觉很慢 而且还有 如果你非常接近你的猎物的话 还得蹲下或者是趴下 那时候的移动速度是真的真的非常的慢 嗯 很久以前了 还是往那个生活区走应该会比较幻想到猎物 听到警告的声音就立马停下哈 找到 然后呢你看就是右下角画面的那个自然针 可以看到那个风向明显是吹向他的 所以他才会在那么远的地方发现到我 然后警告 如果是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得绕到逆风的区域 啊 反正就是 风向不能把自己的 啊 气味 吹向他 他都不会发现你 你就可以走的比较近一点 但是嘛 嗯 嗯 但是还是挺麻烦的 毕竟如果你绕一大圈的话 说不定你 连人家在什么位置都 都 啊混了 所以游戏嘛 我们就先试试看 拉近一点 好能看清楚啊 真是 嗯 如果用万远镜标记一下的话 然后你很快瞄准的话 到时可以创过一些障碍物 可以直接打到他们是 嗯 来吧 看到 啊 再来吧 再来吧 应该是打中头 但是没有死掉 然后我这个大概 哇 大概看到肚子的区域 再开枪 哎呀 自命箱 哎 是爆头了吗 但是爆头不是应该一枪死吗 这个游戏啊 他的 生物够做 够住啊 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你打头 如果是直接打穿头盖骨 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判定的话 是可以直接死 或者是你打中心脏啊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器官之类都会 因为他 哎 去哪 怎么没有了蓝色的标记啊 往前走一下 果然 有时候就是会这样 突然就找不到 而且哎 坐在前面 坐在前面 而且有的时候 他还会 往回走 感到 混乱 哎 哎 卧槽 是不是打错 打中头 但是 这个可能打的比较边缘的位置 所以 才4个% 很好很好 那么这一节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APP 我们下一节再见